欢迎收听小婷姐姐讲故事 妈妈的抱抱 一个春日的早晨 从一个深深的黑洞里面 传来一个大大的哈欠声 啊 啊 这是一头小棕熊发出的声音 他的名字叫布朗 我想要一个抱抱 布朗说着开启了灯 咔哒 于是他扭动身体 脱下睡衣 刷了刷毛 戴上围巾 出门去寻找抱抱 布朗想 最棒的抱抱应该是大大的 于是他找到身边最大的东西 一个圆球 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他 可他觉得并不舒服 哦 他咕弄道 这也太 这也太 扑通 太重了 布朗想 最棒的抱抱应该是高高的 于是他找到身边最高的东西 抱下面 抱中间 抱上面 哎哟 不过 感觉都不太对 啊 树上有刺 布朗想 最棒的抱抱 应该是软软的 于是 他急忙向前跑去 那里有一片看上去不扎手的灌木丛 他一把抱住灌木丛 但里面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叶子开始颤抖起来 灌木丛竟然跑掉了 布朗大声喊 给我一个抱抱 不要 绵羊们咪咪地叫着 我们正忙着呢 布朗才不管 他跑过去 张开双臂 轻轻地抱住绵羊们 可他们又啼又闹 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抱抱 为什么我得不到一个抱抱呢 如果我想要一个抱抱 一只聪明的猫头鹰答道 我会坐在树枝上 然后 我也要试试 布朗高声喊道 然后 他爬到树上去找猫头鹰 不过 他很快发现 自己笨手笨脚 把局面搞得一团糟 你真是太 太 太笨了 猫头鹰说道 我只是想要一个抱抱 布朗抽了抽鼻子 也许 也许这地底下有一个 布朗伸出手 感觉地底下有个像兔子一样的短尾巴家伙 布朗用力把他拉了出来 布朗感觉出这只兔子并不想要抱抱 他又抽了抽鼻子 他又抽了抽鼻子 然后想都没想 就用自己的大鼻子蹭兔子毛茸茸的后背 不 不 不好意思 兔子大叫道 快放我下来 我想要一个抱抱 可我到处都找不到 布朗难过极了 哦 我明白了 跟我来吧 兔子温柔地说 兔子拉起布朗的手 领着他四处逛 最后 他们来到了一个深深的黑洞旁边 里面像是有人刚刚睡醒 打了个哈欠 哦 哦 布朗看看洞里面 他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他知道洞里是谁 抱抱好吗 布朗问道 然后 他以最快的速度 向洞里跑去 妈妈 现在我才知道 最棒的抱抱 来自我最爱的人 布朗说道 然后 他钻进了这个 最大最温暖的怀抱 抱抱的方式千千万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家心是抱抱 无敌年人是抱抱 晚安抱抱 下落是抱抱 大家群抱 倒立抱抱 羞羞是抱抱 背靠是抱抱 孤身抱抱 肚皮是抱抱 连环是抱抱 大抱抱 欢迎是抱抱 一厢情愿是抱抱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